好 我来宣布他点了什么东西 第一个是小葱炒花生 小葱炒花生 第二个 乳膏炒香羹 香羹是什么 香干吧 香 我也不知道 第三个是菊叶干汤 干汤 干汤 冰扛马 马脊半粒税 冰桃马脊 我就跟你们讲他说的 他发音不好 第五个 鲜橙油膏 第六个 书包 书包精彩蟹 我不知道 书包精彩蟹 第七个 什么东西 烧麦 烧麦 第八个 酱油饭 酱油炒饭 霸酥红薯 八丝红薯 大叔 大叔 第十个 盐水煮八生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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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炒胡萝卜丝 黄土在哪里 黄土叫我要 找黄土 那是黄老师 黄老师 他才会要 黄土 这些应该都是黄土了吧 哇 大华来了 黄土很难找 哇 可是我找到了 真的是呀 好棒啊 哇 黄土 哇 好棒啊 这很很黏很黏 很黏 对对对 这就是这个吗 对对对对 就用水把它泡霍了霍成 黄色对吗 对就这个 中国有句古话 啊叫黄土埋半截 黄土埋麦截 黄土埋半截 黄土埋 麦半截 埋半截 黄土埋半截 对不要教这些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人已经快死了 哈哈哈 哦那希望你们两个不黄土埋半截 哈哈哈 这个一般不能用来做祝福 我就说你不要教他们 你想一想 蛋在哪里 在一个什么盒里 盒里 这有盒吗 哈 哈 他说 蛋在盒里啊 这里有盒吗 找一条盒 不是盒 不是river box 在这边的架子上啊 你说盒里盒子盒子 盒子 是你妈妈教你的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 我们上学都要学 对啊 你们没有笔吗 我们有笔啊 这不是笔吗 没有就是真的笔 不是 这个不是为了 这是一种艺术 啊 我们也有笔 我也有笔 来 我来磨 来我们俩交换 你手 你要教我 这个拿笔 对 看啊 不是不是不是 笔呢 是这样 写毛笔字呢 笔一定要竖起来 竖起来 这样呢 把这两个手放到这 哦 看啊 有点像小提琴 是不是 呵呵 来这 这样 就是 哪沾的灰呢 看好吗 嗯 哎很好 好 哎这好难啊 这里要清 下笔的时候要清 从这起 哎完蛋了 不行了 还不错还不错 不管它 我给他们看 你看其实他洗了五分钟 他就能写出这么漂亮的一个流字 他真的很有天赋 真的写得非常好 我给你们看啊 嗯 流 我专念 对 因为我生出来就是流 对 所以我比你们专业 对吗 比我们更流 你可以这么说 我是比你们流 你绝对比我们流 我比你流 比我们流 H呢 H 那鸡特别怕狗 哎 你个好好的狗 一天到来想 你 我会帮你 我帮你 我把我帮你 H 出去 不会 出 来 出来 哈哈哈 让我讓你再来 不敢 beats 啊 哎 怂死了你 h 这个没出息的就敢惹鸡 两只羊出来了 远远的看了一下跑了 应该狗其实对羊的性是更大 没有狗狗喜欢鸡吧 鸡犬不宁 什么宁 鸡犬不宁 鸡犬不宁 各位第二次鸡犬的观众 你去聊你了 没有 各位第二次鸡犬的观众 他们俩呢 任何话题都可以聊到十分钟 现在说鸡犬不宁 黄老师 鸡犬不宁 鸡犬不宁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情况 他问你鸡犬不宁是什么意思 他中文不好 鸡犬不宁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鸡 还有那个狗 在一起 非常好 在一起就会一直吵吵闹闹闹 吵闹闹 很开心 鸡犬不宁 那我跟你就是鸡犬不宁吗 哈哈 黄老师 我跟他是鸡犬不宁吗 你们自己商量 鸡犬都自己会 那我 比如说两个好朋友 就鸡犬不宁吗 呃不是 这个 呃 哎为什么要干杯啊 干杯 鸡犬不宁 他是跟 大家都喜欢干杯吗 哈哈 哈哈 鸡犬不宁 哈哈 鸡犬不宁 鸡犬不宁 鸡犬不宁